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王之鋒剛開了Facebook直播 講述美國政界對於立法會選舉的看法 以及他對於搶灘功能界別的意見 我覺得他這個直播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所以我們現在來檢視一下到底他在這個直播中說了什麼 他首先提到搶灘功能界別 其實是與國際戰線以及美國啟動制裁機制沒有抵觸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近日網上流傳了一種說法 說搶灘功能界別是浪費時間 因為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通過以後 只要美國出手制裁香港的官員 北京就會讓步答應五大訴求 反而如果參選功能界別的話 只會釋出一個錯誤的信息給國際社會 搞到美國就不能夠啟動制裁機制 因為美國就會誤會香港人 好樂於參加這個不公義的選舉制度 實情王之鋒就是要對於這一種理論 作出嚴正的駁斥 到底王之鋒怎麼說呢 他就提到 簡單來說 近日的形勢 不多有利於美國關注香港局勢 尤其美國現時處於一個非常時期 而新聞輿論聚焦在總統初選 環球經濟又持續下行 面對這些不利好因素下 華盛頓手足有跟王之鋒提到 期盼在兩三個星期以後 美國可以立即實行制裁機制 所以就不算是很樂觀 到底民主派參加行政長官選舉 以及搶灘功能界別的選舉 會不會成為阻礙美國制裁的因素呢 根據王之鋒多次訪問華府的經驗 不論是公開或是私下交流 他本人從來都沒有聽聞過任何美國官員 國會議員或是白宮幕僚 對於搶灘功能界別這件事 作出過任何批評 王之鋒還補充到 他說不理大家同不同意也好 甚至他過去對於搶灘功能界別 都有些少保留 但是從實際的經驗和觀察得知 普遍美國政壇理解香港的形勢 有時候都離不開保持著良好的意願 寄望民主派爭取更多的議席 最後他強調 他實在看不到搶灘功能界別 會成為美國不啟動制裁機制的原因 他還說到搶灘功能界別 是不會成為國際戰線推動制裁的叛腳石 這件事已經是對於自命為美國代言人的KOL 一種非常嚴正的駁斥 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會在網絡上 或者社交媒體上 看過一些自命為美國代言人的KOL 發表一些謀論 這些謀論主要分為兩種層次 第一種層次 他們就說 如果搶灘功能界別 就會令到美國政界誤會 誤會什麼呢? 第一 就是誤會香港人非常熱衷於功能界別的選舉 故此香港人就不想廢除功能界別 第二 第二 就是誤會香港的選舉制度仍然是公平公正 因為有這個功能界別的情況下 仍然有這麼多人踴躍去參選 黃之鋒對於這件事就作出了嚴正的駁斥 美國政界對於香港的局勢 根本上就是一清二楚 一目了然 黃之鋒有一句說話 真是金句 他說 你們不要覺得美國的政界是傻的 這句話你說得多麼窄地有聲 正正就是有些人以為美國政界是傻的 故此他們就自己在家裡不斷憑空想像 又沒有跟美國的政界交流過 硬要扮美國的代言人 將人家根本沒有想過的東西 硬塞進人家的口裡 其實這些東西完全就是他們自己的所思所想 為了合理化自己那套白票理論 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此外這群人很喜歡把搶灘功能界別 和對不起手足 或者把手足當成condom 這兩樣根本上在邏輯上毫無關聯的事 故意聯繫起來 然後就搞情感勒索和道德綁架 以此質疑 根本上人家走開抗爭 就不是為了搶功功能界別 所以你們就對不起這群手足 就當了手足是condom 但我們回想一下 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 同一群人 他們就說 要在這個區議會選舉投白票 或者不投票 但是有很多的勇武手足 包括勇武救人的惡意事 或者是中槍受傷的中學生 他們都是踏躍地呼籲市民一定要出來投票表態 所以根本上這群人 就不能夠代表得到勇武派來發聲 更何況就是搶灘功能界別和體制以外的抗爭 完全沒有任何衝突 但是有些人故意把兩樣東西對立起來 然後就要反對搶灘功能界別 這些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大家一定要拆解這群白票兵團的陰謀才可以 這群白票兵團只會不斷否定搶灘功能界別 但是他們永遠不會提出一套 他們認為可行的辦法 出來跟大家去討論或者給大家參考 這樣他們就可以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誤信這些殘言 第二個層次就是什麼 有些人就說 用什麼搶灘功能界別 只要要求美國政府 對於功能界別的35位當選議員 啟動制裁機制 特區政府便會讓步 其實這個理論有一個根本性的謀誤 假設全香港750萬人都是恐懼美國制裁 這是肥缺 一個議席除了每個月有十萬零一千元月薪以外 還有很多福利和津貼 包括醫保、交通津貼、籌作津貼、吃飯也不用錢 還有可以開辦事處請一大堆議員助理 你不去做 比如說張宇仁可能去派了制裁機制 他就不競選這個飲食界 但是華記可能不怕 而且那些窮人的建制派可能不怕 他就去做 建制派要找35個完全不怕美國制裁的粉人爛人 請問有多困難 所以這一套的理論 既膚淺又幼稚 但是仍然有一定的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想一步登天 總之朝中樹晚戒板越快越好 但是實情是否這樣呢? 接著黃之鋒又說到 即使進攻功能界別是無外國際的戰線 但是參選功能界別有什麼意義呢? 他就說到 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打散建制派的資源 當黃之鋒想催谷功能界別選民登記的時候 他就留意到親中團體同樣都是動員他們旗下的組織做新登記 例如透過勞工界拆出分會以增加票數 甚至乎是中票 對於黃之鋒來說 搶攤功能界別的策略就是要打散建制派原有的鐵票 迫使建制派再分出資源來打功能界別的選戰 其實就跟去年區議會選舉當中的白區運動有點像 他越忙越分身不暇就對我們越有利 這個分析其實也是對的 因為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正正就是四百六十幾個選區當中 都是有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參與 使建制派根本就是亡亂不堪 保得這個區又保不住那個區 結果就出現了這個戰局 現在黃之鋒說搶攤功能界別 首先就可以打散建制派的資源 第二件事他就提到議席多一席 怎麼都好過少一席 過去每屆選舉很多功能界別 因為沒有競爭就自動當選 建制派的候選人根本就不需要組織競選團隊去搞敗票和宣傳 甚至連選舉論壇都不需要出席 就已經是輕鬆自動當選 但試想一下 如果建制派要由中聯版協調出多少隊 再用多些錢來去割票 甚至要跟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競爭 戰線分散了 這個親中團體又會再忙一些 香港人不斷從運動當中學習 例如我們不會再因為那件事很難 或者條件很差就會選擇放棄不做 除非那件事真的會有反效果 搶攤功能界別正正是其中一條的支線任務 他就不敢說 說搶到議席過半之後 香港就會立即變天 但至少 怎樣都會拉近我們和達成五大訴求的距離 所以大家見到朋友和同事都問多一句 查一下自己到底是否可以成為傳統功能界別的選民 這個我絕對同意黃之鋒的說法 未試過絕對不能一口咬定 說過半數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一定怎樣都要試過才知道 而且這件事根本上是有利無害的 更何況一件事就是 更何況就是搶攤功能界別 根本上不是說 原生已經是非建制派做議員的那些界別 而是說自從九七主權移交以來 從來都是由建制派擔任議員的那些界別 例如飲食界、進出口界、體育文化演藝界等等 這些議席 而且有以搶攤功能界別的人 絕大部分都不是從泛民系統出身 而是政治素人 比如說進出口界 有以參選的這位林景南先生 就是阿布泰國生活百科的老闆 他根本不是從屬於任何泛民政黨 故此將搶攤功能界別和泛民一些議員表現不濟 或者泛民如何不堪 捆綁來一齊說 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希望大家踴躍登記成為選民 全民投票、全城雜氣、爭取過半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